嘿嘿嘿又是我 說是華沒錯 現在在我身邊這一架 就是華為最新推出的 華為 MedPad Pro 13.2 英寸 被華為稱為是平板霸王 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它是超大 超薄 超輕的一塊大平板 所以現在就先讓你們看看 它外觀長什麼樣子吧 Q的 Intro 怎樣 是不是覺得它薄到不可思議 當我一拿到手上的時候 第一個問自己就是 這個到底是真機還是假機 因為它真的是太薄了 它才有5.5mm的厚度 然後你看這個邊框 這裡是一個13.2英寸的OLED Display 然後它的邊框只有3.4mm的厚度 不過因為它有一個前置鏡頭 所以前置鏡頭這裡就有一個小瀏海瓶 不過整個Screen to Body Ratio 竟然可以達到一個94%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然後它的重量只有580g 所以拿在手上真的是超級的輕 看到這裡 它真的是 搖搖禮捲 好啦 屏幕的配置我就先放這裡 它擁有一個13.2英寸的OLED屏 它有144Hz Refresh Rate Pick Brightness可以達到1000Nits 這家華為 MedPad Pro 13.2英寸 在中國發布的時候 它是有三款配色 就有黑色 白色 還有我手上這個亞川器 然後在馬來西亞只有兩款顏色 就是黑色和亞川器 個人覺得這個亞川器是非常的美辣 它也是略為它的Hero Color 然後它的背面材質呢 它就是用那個 High Strength Glass Fiber 還有就是磨砂材質 所以磨上去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好磨 而且它是不沾指紋的 那下一個重點呢 就是在於它的這支筆 就是第三代的M Pencil 等一下 這個是第二代的不是第三代 第三代的在這裡 所以怎樣看得出 哪一個是第三代 哪一個是第二代 第一點就是在它的這個筆頭這裡 你看第三代的它是一個透明的 然後第二代的它不是 然後另外一個可以分辨到的 就是在於它的筆蓋這裡 筆蓋這裡 這個是有那個Near Link Logo的 然後為什麼這個筆那麼厲害呢 因為據華為所稱的 這一支筆 是全球首發擁有 Near Link Technology的 Stylus Fan 到底還有多厲害 據官方網上稱的 它的解釋是非常非常的長 但這裡我就長話短說 Elementum就是 非常非常的順暢 到底有多順暢呢 現在我就為大家示範一下 它的順暢度 還有它的Sensitivity 到底有多厲害 它搭載的是 Harmony OS 4.0 加入了新的小窗模式 還是擁有PC級的WPS Office 所以對於上班族 想要用上輕巧平板來辦公 是非常方便的 but of course 如果你要用Google Apps 你還是一樣可以透過Lighthouse App 來下載的 然後 For這個華為MacPad Pro 13.2英吋 有6個Speaker 還有4個Microphone 配合了華為Multi Driver Array Speakers 還有Spacial Audio的聯合 這一次的音響真的進不了很多 Bass也進不了很多 來讓你們聽聽看 電池續航的話 它擁有10,000mAh的電池容量 在我自己的測試下 在重度使用 它可以頂差不多8個小時多 然後配有這個88瓦的快充 一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充滿了 下一個我要講的 就是在它的這個Magnetic Keyboard 因為這一次的Magnetic Keyboard 也是有所升級 因為它加入了這個Touch Pad 然後這樣子放在桌子上 就非常的好用 就很像一個Laptop這樣子 然後尤其是如果你拿來做Videocore 還是做辦公的東西等等 再放這樣子放著 這樣子用 真的是 跟Laptop沒有兩樣啦 然後 這個Touch Pad的Size 我覺得是剛剛好 然後它非常好用 而且它還有很多Multi Finger的 shortcut 所以 如果你拿來辦公啊 拿來平時用來看戲啊 這些都非常順暢 不過如果你要拿它來玩跟的話 我還是建議 放一個Mouse會比較好啦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因為我們拿到它的時間也不長 我能體驗的東西也不多 所以 能夠分享的 就先到這裡啦 不過這幾天 我體驗下來的話 然後我真心地覺得 它在各方面都 搖搖領圈 它是一個 非常非常 能夠讓你擁有 PC Lite的 辦公方式的大平板 重點是 它輕 大 還有 薄 所以如果 你想要找一個方便攜帶 然後又輕巧的大平板的話 這個 你一定要去看 我知道在影片前面 可能 我很難去帶出 它 獨有的特性 給你們在 螢幕面前看到 所以我強烈建議你們 要去到你們的 很鄰近的華為official store 去上手看看 所以今天 就先到這裡啦 我是佐斯娃 我們下一期再見 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留言上回吧 拜拜